完成口碑逆转的这七位,张大大吴锦岩孟子义,他们都是怎么做到的?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明星们的口碑,可以说是一会儿一个样,上一秒可能还在夸,下一秒马上就被炒了。 不过还有一类人,他们原本是全网炒的状态,结果直接变成了全网夸,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口碑逆转的明星吧。 1.孟子义 有人因为综艺被骂渣男多年,但有人却因为综艺,实现了口碑反转。 1.孟子义,就是后面这一类人,曾被同学评为北京电影学院校花的他,出道后,就不断地陷入各种舆论风波中。 1.一年及时,因为在节目上一系列表现,被网友骂,做惊,心机女,甚至不少人开始自发地抵制孟子义,但很快就发现,这完全没有用,因为孟子义的资源,实在是好的逆贴。 1.这时候,他的身上出现了新的标签资源卡,到他出演陈情令时,又有传言说他给自己加戏,一时间,网上骂声不断。 1.当时只要搜孟子义的名字,相关词条全是骂他的,即使他发微博澄清,网友们也不相信。 1.当时的孟子义已经是全往黑的状态了,事情的转机是从2021年开始的,当时的他,参加了综艺《五十里桃花物》一档真人秀,好像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很快,他的口碑开始逆转,甚至孟子义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笨蛋美女。 2.心直口快的他,经常和郭麒麟打打闹闹,也让大家明白了他其实就是没心眼,就连郭麒麟也在采访中表示,孟姐的性格其实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估计孟子义自己也没想到,参加个综艺给自己洗白了,不过不少网友表示,也是因为郭麒麟情商高,经常和孟子义开玩笑,才让人觉得他有趣。 2.周一为 在过去的六年里,周一为是全网皆知的大男子主义,不爱朱丹且喜欢冷暴力的扑挖高手,而周一为之所以被骂了这么多年,只怪他枕边有个黑粉头子,他就是朱丹。 朱丹的转述能力简直比某些节目的剪辑还离谱,完美地诠释了从村头到村尾的留言差别有多大。 在过去的六年里,周一为真的差点他防在朱丹的这张嘴上,比如,当周一为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小笨猪,朱丹转述时却是周先生说我笨得跟猪一样,周一为说旅游时候自然点,不要摆拍,下次希望你是真的能享受这个地方,我喜欢抓拍你享受的样子。 朱丹,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先生不愿意给我拍照,在某档脱口秀节目上,李大还专门花式吐槽了朱丹一番,不仅盘点了他的黑历史,还直言在他和周一为的婚姻当中,朱丹没有自我,太过卑微。 每当朱丹在节目中提及周一为时,周一为必定会被迫承受一波超强网爆,后来,周一为被爆和与女助理共用一根吸管,背负渣男骂名,朱丹第一时间出来力挺老公,没想到周一为被骂得更惨了,生动全是了什么叫一粉顶石黑,一桩桩一件件,周一为就背了一身骂名,而且,一背就是六年之久,好在周一为终于迎来口碑大逆转,并喜获一大波内疚粉,在爱的修学旅行这档真人秀综艺里。 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来不是周一为太渣,而是他取了一个黑粉头子,因为朱丹的转述能力简直堪比某些后期制作的预告片和正片完全不一样。 而另一个故事的曝光,更是让观众呼,周一为这样的男人才是稀释珍宝,朱丹曾在节目中自曝曾被好朋友骗光积蓄,欠下千万债务,而那个时候,他的事业也陷入低谷期,因为叫错明星的名字,说错节目热线电话导致甲方损失千万,他无法再继续担任主持人,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正是在这段人生最灰暗的日子,他遇见了一生的救赎周一为,彼时。 朱丹和周一为正在热恋,当得知朱丹被人骗光积蓄负债累累后,周一为不仅耐心宽慰他,还甘愿帮他偿还千万债务。 为了还债,四年间,周一为疯狂接戏,前前后后拍了十二部,帮朱丹还完债后,他又背上一声骂名,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解释过只言片语。 要不是和朱丹在节目里的互动被曝光,周一为的冤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洗清。 被问及为何不为自己发声时,周一为是这样回答的,解释没有意义,一句话顶不过一万句。 三,张大大,另外一位靠真诚完成逆袭的,就是张大大,张大大最早被大家认识,是作为芒果台的主持人,但在所有的主持人中,他是被骂得最狠的那一个,主要是因为他的戏比一些演员还要多,最出圈的就是在《我是歌手》节目中。 他作为歌手谭维维的临时经纪人,比赛结束后,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待雨,甚至谭维维还要反过来安慰他。 从这时候开始,张大大就走上了黑红之路,多次低情商发言,被网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主持人,而他本人也曾被骂上过几十次热搜。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张大大居然因为直播实现逆袭了,最早的直播主题是连线,为普通人实现梦想,而之后便有更多奇奇怪怪的人混进来,各种离谱发言。 听得网友忍俊不禁,但张大大面对这种情况,却始终很有耐心,冷静发言的模样,和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而且对网友的很多要求,也是有求必应。 从这时候开始,便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表达对他的喜欢,不仅粉丝量蹭蹭上涨,网上到处也都是夸他的声音,不管是有所预谋,还是无心插柳柳成音,总之。 张大大也是靠自己实现了口碑的逆转。 四,吴锦言。 墨语云间的女主吴锦言,也靠这部剧实现了口碑的逆转,但其实很多人最早不看好这部剧,就是被吴锦言的演技给劝退了。 这些年来,他只有一部出圈作品演喜攻略,尽管在当时,这部剧赢过如意转,成为了当年的大暴剧。 但女主吴锦言的演技,也被大家吐槽得彻底,无论是生气还是开心,都只会瞪眼,整个人看着别扭又尴尬,甚至连长相也被观众吐槽太丑,说他作为女主还不如其他配角好看,当时的他,真算得上是全网嘲讽。 直到这次墨语云间的播出,吴锦言再次出演女主,挑战了一个复仇女的形象,这次的他,终于开始被网友夸了,很多人都说他演技有了明显的提升,看起来很自然,这其实是因为,吴锦言最红的那两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停下工作,去锻炼演技,并且在墨语云间开拍前,找好蕾拜师学艺了几个月,被炒演技就努力去学习,这种态度也太端正了,怪不得吴锦言能实现口碑逆转呢? 5.傅新博和周一维一样情况的,还有傅新博,要知道,傅新博之前在大家眼里的形象,可是个纯纯的大渣男,然而,当网友开始考古他的过去,才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傅新博被全网骂渣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一切都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当时的他和老婆影儿一起参加了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影儿在节目中哭诉,说自己和老公吵架从来没赢过,听得其他几位嘉宾和现场的观众心疼不已,都觉得傅新博的这种行为也太渣了。 更离谱的是,影儿还说,两人结婚这么久,家里的开销都是AA制,夫妻间的这种生活方式,真是闻所未闻,这些行为,听起来一个比一个渣,因此节目播出后,傅新博立马被贴上了渣男的标签,然而事实却是,吵架永远都是影儿赢,所谓的AA制。 也和大家理解的完全不同,影儿的钱都在父母那儿,而傅新博则负责家里的花销,除此之外,影儿平时买点小东西是自己花钱,对此,网友落评,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吗? 上一个这么会说话的还是朱丹,甚至不少网友戏称傅新博是周二维,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误会了傅新博,他也一下从渣男变身成为了好丈夫,口碑实现了360度的大反转,时隔多年,傅新博终于沉渊得雪了。 6.黄晓明 在近几年,口碑反转最大的人,就是黄晓明,之前的他,总被网友吐槽是游腻男,最早出演泡沫之下时,就差把我最帅斜脸上了,手指摸嘴唇的这个动作,是谁教他的呀? 看了,就让人感觉生理不适,甚至就连游王羊羊,也完全比不上他,再加上之后,将英文歌词唱成了闹态套。 黄晓明这些年来,被大家吐槽得体无完肤,而且从青年直到中年,他一直都没能摘掉游腻的标签,甚至中年时期,还因为一些迷惑发言,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被网友归为中年游腻男,但没想到,有朝一日,黄晓明居然翻身了,先是减肥二十多斤,被网友夸赞颜值回春,之后又因为参加中餐厅等综艺,让大家看到了小明哥真实的一面,他人很真诚,也开得起玩笑,而且也给节目制造了很多笑点,甚至还做到了综艺和影视双面开花。 因此,黄晓明很快就实现了口碑逆袭,从全网朝到全网夸,黄晓明用自己的真诚,征服了所有人。 以上所说的这几位明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全网黑的状态,但他们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口碑逆转,如今的他们,已经变成了全网夸。 明星的口碑,果然是瞬息万变,那么除了他们,你还知道谁的口碑也反转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